欢迎来到左边茶水间 今天是节目的第一集 我欢迎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还有节目大纲 并告诉你可以在这个节目里 期待什么样的内容 我是Zoe 左边茶水间的主持人 我是一位出生在台北的城市小孩 然后也是一位平面设计师 和内容创作者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孩 并不是说我很爱耍费啊或补上镜 相反的 我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 也有很多想做也喜欢做的事 只是在万般皆下平 唯有读书高的社会环境下 这显得没有什么用 我记得我以前超喜欢在课本上画画 而且我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网页设计 反正我对那种事情特别感兴趣 我也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出一篇 无名小战的长文 但是学校的成绩就不是特别的好 我就是那种典型 数学都考28分 然后在课堂上一直睡着 但是下课跑去参加热武社的学生 我的爸妈呢 虽然一直都很尊重我 但是也很为我担心 他们都会想说 这小朋友长大 哦不OK啊 然后就这样 大概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堂很无聊的那种同事课 来了一个讲师 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 哇天哪 现在的小朋友都无忧无虑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开始担心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还有找不找得到工作 当时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 叮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脑回路被启动一样 我突然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好好想过 未来想要干嘛 反正就是念什么戏出来 大概就是走什么职业吧 人生不就是那样吗 而且我选的戏也还算是自己感兴趣的学戏 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说 如果我尝试了之后 发现不喜欢 该怎么办 我还可以做什么 那如果我不讨厌的话 难道我就要做这个职业一辈子吗 那时候是大学二年级吗 总是最混的时候 喜欢到处跟朋友出去玩 喜欢去酒吧 去夜店 喜欢谈谈恋爱 成绩什么的 当然也不是特别在乎 不过勒 那个讲师说的那段话 在我脑海里回荡了好几天 我开始在想 不行 我应该要先去相关的产业实习看看 知道自己喜不喜欢那样的环境 如果喜欢的话那很好 因为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实习的经验 未来进入职场也会更容易 但是如果不喜欢的话 至少我还有一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摸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好险我尝试了 因为我还真的是不喜欢 那我到底喜欢什么呢 我开始在想 OK 我知道我自己很喜欢旅行 而且我又很喜欢写作 那我可以当旅游作家啰 所以我开始有这个想法 于是我开始到处旅行 然后我也真的是拼命写文章 学着经营粉专业 学摄影 学影片编辑 然后我也真的是很幸运出了社会后 真的找到了一个旅游编辑的职业 我开始体验用内容创作赚钱的日子 我以为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 可以经常到处走 不用待在办公室 反正那听起来很梦幻嘛 但是我后来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旅游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为了工作而去旅行的次数也越来越密集 有的时候要下南部 早上可能五点多就要起床赶车 有时候为了要拍夜景 就得守着岗位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你可能在想 能够这样工作已经很棒了好不好 听起来就像是在玩一样啊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 不过当我的工作越来越忙 我发现自己开始有一种 没有办法决定个人生活的感觉 我脑子里开始出现 哦天啊 我又要去寻找新的店家采访 哦天啊 我又要开始构思这个景点该怎么拍 该写什么 我明明是那么喜欢旅行的 难道兴趣真的不能当饭吃吗 所以我开始很 很迷惘 但是这也让我发现 我要的好像不是环游世界 而是工作与私生活的平衡 我不一定要一年365天都在旅行 但是我想要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我想要决定自己可以几点回家 决定自己几点需要休息 决定自己想要在哪里工作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该创业吗 那我要该创什么业 还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形态 能让我赚到钱 养活自己 又能兼顾自己的理想日常生活 在那个很迷惘的途中 我因为钱不够用 所以也兼了另外一份 一样是内容创作的剪裁 因为这间公司是外商公司 所以我们在台湾没有办公室 于是我开始在假日的时候 在家工作 然后我发现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想要休息就去休息 想要停下来吃东西 就去客厅沙发上坐一下 虽然我很迷惘 但是我内心也知道 我不能每天过着不开心的日子 然后只用旅行去排解 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 我都必须要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我也不能再抱怨社会 抱怨老板 但是完全没有尝试去改变 有一天 终于到达了一个 工作和私生活 失衡到不行的临界点 我辞掉了旅游编辑的职位 然后我鼓起勇气 问我的外商公司 我可以转成正职吗 我提起勇气告诉我的主管 我可以为这间公司做什么 还有之后的工作规划 当然除了是为了要有饭吃之外 也是很想要放手一搏的试试看 这种完全不用进办公室的工作形态 是否就是我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 我现在当然也很感谢自己当时获出去的开口提问 因为我也因此得到了正式职员的机会 接下来我就开始学习 要如何兼顾自己想做的事情 例如说画画 做瑜伽 看书 跑步 但是每天又安排七到八个小时的时间给工作 虽然一开始非常的不习惯 然后沟通很不方便 也很容易怠惰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工作形态 让我比起以前待在办公室快乐很多 然后我的内心也越来越确定 嗯 这应该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我喜欢安排自己的生活 也因为在这样的工作上得到私生活的满足 我发现我也更有力气去为公司付出 比起以前总是想着 我想要什么 想得到什么 我好像更开始去想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每个人都找到理想的生活 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 然后让更多人去帮助更多人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 这也是左边茶水间诞生的原因 我希望可以透过广播 和大家讨论厌世代的烦恼 讨论朝九王五的心三血泪 灌老板和长辈的各种情绪勒索 当然还有 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下 依然活出自己 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 其实我也知道 很多人可能连自己想要什么 或是能做什么都不太知道 所以这个节目里也会有 自我成长 自主学习和技能提升的相关内容 除此之外 节目中还会邀请来自不同产业 但是依然在追寻梦想生活的人 和你们聊聊 他们是如何在工作和理想之间取得平衡 当然也会提供使用的方法 让你可以快速地展开行动 其实我很想要告诉 还没有进入职场 或是刚进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 多多尝试不同的工作是很棒的 转换跑道也是没问题的 像是我就是从原本想要当设计师 然后到后来变成旅游编辑 然后现在 现在我想要干嘛 我可能想要当讲师 或者是人生教练 反正我想说的是 你没有必要死守着一个职业 然后就这样做一辈子 这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 尽管你是顾虑到金钱 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哦 你每个月每年赚这些钱 但是有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开心 更不享受工作的过程 这样到底值不值得 其实这就像是谈恋爱一样 如果你发现你不是很喜欢对方 为什么又要一直跟着对方呢 对不对 OK 回到正题 这个podcast其实是希望 以比较幽默的方式劝识 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 一步一步都是在朝我理想的生活迈进 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希望 可以带一些正能量 或是给出一些使用的方法 让和我一样有梦想的人 找到打造理想生活的方式 如果这是你感兴趣的内容 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 也请你分享给你认为会感兴趣的朋友 就像我说的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 我深深相信台湾近日 社会事件层出不穷 其实都是源自于大家内心的缺口 还有生活上的不快 以及大环境的集体霸凌 所以如果你能为世界散播更多的爱 世界 不要说世界好了 台湾绝对会变得更好 我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在Facebook上搜寻 左一 左是左左目爷爷的左 一是依赖的一 或者是在网址上输入 我们会在那里延续节目的后续讨论 你也可以在那里发表你的看法 或者是告诉我们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拜托你在iTunes和Google Play上 帮我们打新评分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在这个广播频道上播出 继续带给你更好的内容 我知道你很忙 你可以选择做很多其他的事 但你却选择听这个节目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现在也请你用30秒 好好感谢自己 今天的你做了什么让自己开心的事呢 也许是提早5分钟进到公司 也许是阻止自己吃宵夜 任何小事都值得你去感谢 感谢自己有手有脚有办法呼吸 只要有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 你就有能力 也有权利 过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只要愿意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改变的开心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